各陣營也備戰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結束了三天的訪日行程 今天傍晚也反抵國門 而接下來民進黨的總統參選 副總統賴新德 則會在十二號出訪友邦巴拉圭 並且在回城跟去城的時候 過近美國的紐約跟舊金山 這項行程也備受關注 而民眾黨的總統參選柯文哲 則是昨天晚上指導了台南成立後院會 完成三天訪日行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二號傍晚反抵國門 總結這趟外交初級的選過 後宜此行邂逅和立場友台的日本政要會面 包括前首相麻生太郎 自民黨政調會長邱生田光一 以及日華肯會長谷烏龜斯 也相當受到日本媒體關注 日美專訪中 侯友宜談台海情勢 表示中共提倡的民主協商並不可行 也拋出兩岸關係 因回到前總統馬英九任內不同不獨不武的狀態 強調雙方應重啟對話交流 而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一號晚間和四十歲以下各領域青年對談持續爭取年輕世代選票 賴清德也將以總統特使身份前往友邦巴拉圭參加新任總統貝尼亞就職典禮 據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一號則指導賴清德本命區臺南成立後援會 因為要解決這些年輕人 買不起王子住不到王子 這裡不是走不到 因為政府沒有任務去做 柯文哲致辭談居住司法正義 向支持者分享國政願景 立兵在濁水溪以南區域拓展票源 記得綜合報導